开心度过17岁生日 但对罹患白血病的高天赐来说 这天来的不容易 在白血病二度复发之后 高天赐原本以为生命走到终点 没想到两个月前出现了治疗契机 从菲律宾来到花莲慈祭医学中心 今天医护团队也带来祝福 亲爱的马亭 祝福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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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岁正是进入一个比较接近青年 他同时因为在11月13日 进到骨髓一次病房 这样带来一个好的起点 大家也准备了礼物 希望高天赐接下来的移植能够顺利 十一月底高天赐就要接受骨髓移植 而大家的祝福也让他度过难忘的17岁生日 在新闻杨洁亭的民意花莲报道